所以的话呢 我想今天的话和大家的话 把这个思路给理一理 首先的话 我们的钱包的话 为什么会就是被迫参与了这一次的 就是相当于是货币革命 主要大家可能也知道 是因为我们的一个跨境支付的一个技术 存在于这个钱包里面 所以呢 需要我们这个钱包作为一个载体 把我们的人民币推向国际化 所以这是一个底层逻辑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被征用的原因 因为现在的话 可能应该说已经是快到 见到曙光的时候了吧 应该是您明前最黑暗的这一段时间吧 所以的话大家的话 可能等的也心情也比较烦躁 然后呢 一直说钱包能够开网 但是一直又没有看到 等了都快三年了 就是耐心啊 都已经逐渐的消耗殆尽了 都有的时候呢 甚至还怀疑 为什么会需要这么久的时间 这到底开不开 其实一方面呢 又觉得它肯定会开 但是呢 时间拖了这么久 还能开吗 对吧 其实有时候自己都是一种很矛盾的 因为谁也没有办法给谁定心完 其实这个事情呢 因为前几年的话 我们纯粹都是靠悟出来的 真的是没有任何人给过我们 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 而且到底是怎样的合作关系 这些的话都没有人去跟我们明明白白的 去把这个里面的事说清楚 不是说 可能就是知道这里面关系的人 不是说他不愿意去说 可能的话前期的话真的是不太方便去说 所以我们都选择了 就是大概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都在安心的等 我今天想说的话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行这个人民币国际化这个事情 也为什么会用到我们的钱包 把这个人民币国际化的话 就是给推出去 这里面的话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逻辑关系 大家可能对这个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这方面的话呢 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了解 可能只是在一些资讯里面了解到一些点点滴滴 大概知道的话 就是08年我们开始实行的人民币国际化 而不是说我们现在才开始的 其实是从08年就已经开始实行的人民币国际化 当时的话呢因为以前的话 我们都是以增加外汇的储备来增强国家的实力 抵抗就是外部的金融那些风险 但是现在的话我们逐步的话 就是不是一味的增加外汇的储备 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是推行了人民币的一个国际化 虽然说在这14年推行的过程中 我们在国际上的占比的话 还是属于排在第五 第五第四的一个位置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位置 差不多的话是占 份额的话大概是两点几吧 而对于漂亮国的话 它是占了70%的份额 我们的份额其实占的是非常非常少的 虽然推行了14秒还是占的份额非常少 那么这里面就绕就是涉及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如何去提高自己的一个国家的一个金融的实力 国际上的一个地位呢 那如果你一直在使用SWIFT国际结算的一个体系的话 那么肯定是这个肯定美国的一个霸权的话 美元霸权那肯定是绕不开的 这个肯定绕不开的 你必须要绕过它的这个SWIFT国际结算体系 你实现弯道超车 你要有自己国家的法定的一个数字货币 你推行出来过后 那么你才可以实现你自己的人民币国际化 其中的话我和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其实在今年的2月8号的时候的话 就是央行国家市场监督总局 还有银保监会包括证监会 这四大国家重量级的部门 他们已经就是对外宣布 就是建立完善的法币数字货币标准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的话法案就是已经 已经对外宣布了 要制定这个一个就是规则 也就是说法定数字货币的一个标准即将出台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话呢 应该是在就是 在全球的法币货币的一个地位的话呢 应该是有重新的一个就是重塑吧 应该是这样说 前几天的话在七群的时候和大家也聊了一下 就是今年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俄乌的一个战争嘛 就是二月底俄乌的一个战争 因为这一个的话呢 就是它导致了我们的人民币 创了四年的新高 为什么因为欧盟的话呢 它是在不断的买入我们的人民币避险 那为什么要买我们人民币避险呢 这个肯定是有一个背后的逻辑所在的 之前的话一直买的都是美元和日元 这一次的话 他们是疯狂的买入我们的人民币 用来避险 创了我们人民币的话 就是四年的新高 第二个的话就是沙特那边的话 就三月份沙特那边准备的话就是 就是我们人民币的话 购买他们国家的石油 这个的话是每年是有上千亿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入 第三个的话就是中俄的话 签署一个八千多万人民币的一个订单嘛 用的是欧元绕开了我们的原来一直用的美元 这样的话间接其实这一个也是让欧盟那边和老美那边的话 产生了一些嫌隙吧 因为我们用的是欧元嘛 没有用美元嘛 这个事情的话呢 也让他们自己之间的话产生了一些嫌隙 第四个的话就是SDR提高了人民币的一个占比 SDR的话呢 它这个的话是五种货币的一个就是五种国家的法定货币的一个外汇大礼包 它里面的话就是包含了人民币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 它的一个占比是不一样的 像美国肯定是占比最高的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欧元 然后的话就是日元英镑和人民币 人民币的话呢在原来的话呢是这里面的话就是排在第一的是美元 排在第二是欧元第三的话是人民币 第四是日元 然后就是英镑 它里面占比的话呢 原来我们的占比的话 人民币占比在10.92样子 现在的话呢 我们提高了一个占比 现在占比的话提高到12点几 12.28 也就是说占世界的一个第三 现在就是说这四件事情在今年的话发生 今年的话发生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的话也间接的体现到了我们的人民币的话 在国际化 就是在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当中的话 其实我们是在提速的 在我们都在抢一个什么呢 就抢抢一个话语权 也就是说一个定价权 标准的一个定制定权 说到底 我们现在的话 面临那个局势就是建在闲上 你不得不发了 就是这样一个事情 而且的话我们很多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包括的话就是现在的话 你说我们各方面的实力 以及我们技术方面的话 原来可能还存在一些什么支付壁垒啊 技术壁垒之类的 现在的话已经逐步都已经公关 现在的话都是 其实的话是可以在顺畅的运行当中的 是逐步的扩大使用范围 然后的话逐步的话增加使用的占比 应该是这样说 昨天的话我们在群里发了一个 就是6月11号的一个 美国的一个最强监管法案出来 那个我和大家解读一下 那个和我们的一个法定数字货币 标准出台 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法定数字货币的一个标准制定 而6月11号的那一个呢 是美国的 其实是对加密资产 也就是加密数字货币 那一部分的一个最强监管 就是监管的一个出台 这两个其实是有根本的区别的 就是6月11号的那一个呢 我稍微晚一点我再说 我们现在的话还是继续回到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绕开这个美元 我们要用自己的人民币去使用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可能也知道原来我们做生意啊 一直就是做快递的生意的话 一直都是用的是美元 就是说只能被它收割 不仅仅说 不仅仅说我们在每一次交易的使用当中的话呢 它们薅一次羊毛 而且的话最关键的是 它每隔几年的话 它都要发动一次加息 这个加息它会导致全球的经济的一个重启 而且的话是全国 全球各个国家为它的一个加息来买单 它的加息的这一个加息潮啊 就是每一次的话 它来一次加息潮 全球的就相当于是在全球财富的话 就重新进行了一次分配 其实之前的话很多 加息潮导致的一些事情啊 大家可能也略有耳王啊 就像在八几年的时候 八十年代末期的时候的 那一次加息潮的话呢 就导致了一个东欧那边的一个巨变 而且的话也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里面的话有很多就是对苏联经济的一个收割 包括九几年的时候的话呢 泰国就是那一次东南亚 非常大的一次经济危机 可能大家也知道 做空泰铢嘛 就是索罗斯 可能大家也绿耳闻 还有包括我们的那一次 香港的金融的保卫战 就是也是做空 就是香港那边的一个就是股市 然后的话是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提供了一个保 就是提供了一些帮助 然后的话 狙击掉了那个索罗斯 这个大家可能都略有耳闻的 然后这一次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08年的一个次贷危机 这些其实都是因为加息导致的一些 所导致的一些全球性的经济的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 没有办法去绕开这些东西 所以的话呢 我们被迫接受 但是后面的话 逐步的已经有意识去规避这些风险过后 就提前我们在08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人民币国际化这件事情 然后逐步开始 我们开始又从加密资产这方面的话 又开始联合起来 然后的话 把我们的人民币给国际化 因为这个加密资产里面的话呢 又涉及到了一个支付型的一个稳定币 所以这里面的事情的话呢 其实是错重复杂的 不仅仅说我们人民币国际化 还有通过我们的支付型的稳定币 也可以的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话 为什么很迫切的需要改变现在的一些全球的 就是经济的一些 经济的一些格局 应该是打破原有经济的一些格局 就什么都是被漂亮国的话掐着脖子的 现在的话我们就是要自主 自强自富 就是要这样 就是在改变我们自己原有的 在国际上的一些金融的地位 要自己去创造一些机会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就是跟我们的钱包有关系了 因为我们钱包的话 就是作为一个载体的话 能够用于跨境支付 然后把我们的人民币推向国际化 大家不要认为的话 我们一个钱包的话只是一个 就老想的是搬砖 他搬砖赚的钱只是一个附加值 只是他的一个增值部分 他其实真正的核心的话 我们用到的是他的技术 这是为什么我之前有说过 可能会我在两年前有说过 就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 类似于带有支付性质的平台的话 也会到后面的话 陆续的话也会出现 这个的话 就是在我们开网过后 他们会陆续的出现 所以这个也相当于是一个 百花齐放的一个 每一个都为我们都为朝廷所用 而且每一个都发挥自己的 就是力量吧 把我们的国家的话 就是能够把人民币推向国际化 让我们的国家的话更加富强 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的话呢 现在面临的一个局势的话 就是各方面的话 大家已经看了 美国那边的话 他都已经把我们的 就是加密资产这一块的 一个监管了 他都已经详细都已经 把那些标准都已经制定好了 其实他也是给了 就是我们各国对加密资产的 一个监管的一个态度 给了一个 相当于是给了一个模板 因为我看了一下 就是他里面的一些条款 其实对我们 就是持有加密资产的一些用户的话 其实是非常友好的 他的权利和义务 还保障这些 以及风险如何规避 其实他是做了非常明确的阐述 相信这个标准的出台的话 其实是可以 也是推动了我们的钱包 能够更快的出来吧 应该是这样说 因为前面那些很多东西的话 都已经都具备了 现在的话呢 我们钱包已经全部都已经测试结束了 都已经是就是在等待当中 然后我们出金的交易所 也确定了OSL 包括他里面的STO的这个 数字资产的交易平台 这个月的话 应该是会有一些好消息出来 应该是白皮书什么的 应该是可以出来 包括他的那个 希望能够拿到我们下载的一个 就是链接 希望这个月能够有一些好消息 包括我们后面 OTC的一个开通 然后的话 我们出金通道的一个测试 结束过后 其实我们完全就可以具备一个开往的 开往的就是条件了 所以现在的话 你说我们在等什么 我觉得现在应该不是在等什么技术啊 等什么法律法规啊 或者是等什么其他的一些客观的因素 我觉得在等一个时机吧 所以现在的话 大家说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开往 这个真的是可快可慢的 如果说他今天的话 下一个指令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一瞬间的话 就能够开通OTC 我们原本就已经准备 什么时候颁布的白皮书什么的 他可能一下就能够推出来什么的 包括那些下载的链接啊什么的 一下就发向市场 那么其实是很快的 但是这个时间的话 不是由交易所控制的 因为交易所2020年 他就已经开始 就是已经在准备 他准备两年多了 而且现在的话 基本上已经就绪了 现在的话我们等什么 应该我觉得应该是等上面的一个指令吧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着急说 我们还要等多久 我们一定要等到什么什么时候 不会的 不会特别的久 绝对不会特别的久 这个六月份的话 有好消息过后 七月份很快的 我希望的话 后面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在后面的一个季度的话 是会有很好的消息的 这个看了很好的 其实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多看几遍 因为他的信息量非常的大 然后呢 他其实是为我们所有的全球的一个加密数字监管的话 提供了一个标准 到现在为止的话 你不可否认漂亮国的 他在国际上的一个金融的一个地位 的确他是一个老大哥的地位 很多国家他的一些同盟国的话 都是按照他的一个标准来制定规则的 所以的话 他其实的话 也相当于是提前的话 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模板吧 就是监管方面的一些一个模板 他上面的话 其实我看了一下 就是里面涉及到的一些方方面面 我们的就是加密资产的一个拥有者的一个权利和义务 以及他的风险和如何抵御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他有很详细的一些就是说明 以及他也对就是要求就是美联储和货币署的话呢 对就是研究一下他这个区块链对储蓄型机构 就是带来了这个风险 因为就相当于是面临着我们就是从传统的Swift结算体系的话 很有可能的话就是转向于区块链的一个结算体系 他们也会被这个的话做一个风险的评估 他这个其实不仅仅说是对他们一个国家的一个风险评估 其实也是对我们一样的 他们的话做出的评估其实和我们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事情 不是说他不接受这个区块链的技术 区块链的一些就是实际应用 他就不会运用在市场上 你不用人家也会用 你不用的话只会落后于别人 所以的话呢 他们才会制定这一个最强的法案 因为为什么叫最强法案 因为他设计的方向面真的想的够全够细 划分的职能也非常的细 也说明了一个就是漂亮国 他们那边对加密资产的一个态度嘛 所以现在的话 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好消息吧 不管怎么样说的话 这个监管的这一个政策的话 他已经出来了一个就是模板嘛 应该是 那么也就是相当于在这一个全球的话呢 加密资产的一个监管方面的话 其实是起到了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的话 其实在很多方面的话呢 因为他这个是保障我们 也保障了国家的利益 所以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作为全球的一个通用的一个范本的 这个和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定数字货币的一个标准 制定 这个是有根本的区别的 两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法定货币 法定数字货币 一个是加密资产货币 所以这个 我们不能够把这两样 就是 法律法规出台啊 这个混为一堂啊 这是两样东西 这个是两样 性质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想抢占先机 扩大就是全球的一个金融地位的话 我们人民币必须全球化 这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一个事情 而且今年的话 是一个争夺非常激烈的一个联分 所以的话我们现在 应该就是在等一个指令吧 大家的话就安心的等 群里面的话 因为在没有任何进度上面的消息的时候呢 等待是非常难熬的 那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够说彼此的话 就是抱团取暖 然后的话呢 我有时间和大家的话呢 讲几句里面的一些 比方说讲一些我们所涉及到的 像今天这样的人民币国际化 包括前些天的稳定币一些东西 就是一点点的和大家的聊吧 这样的话 大家的话 每次讲到一些东西的话 大家的话也可以了解的更多一点 然后也明白我们为什么会参与到这个里面来 并且我们为什么会需要这么久的时间 因为很多东西它就是需要这么久 它不是说时间久 就是反而没希望的 并不是 时间越久 反而就是越宁静了 我们期待的结果也越近了 所以两三年都等过来了 大家也不在乎再多等 多等多少天了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太久的 真的不会太久的 不会说还要到什么年底啊 什么的 不太会的 不太会 所以大家的话就安心在群里面 平时的话呢 我们就聊聊天呢 都可以的 或者是讨论一下 就是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都无上大雅的 只要不涉及到敏感的东西 政治啊 或者信仰 宗教啊 这些 以及我们对人进行讨论 我不太建议啊 我们可以讨论事情 但是不要议论人 这是我 以再的话就是 在群面的要求大家做到的 所以大家的话 你哪怕聊些开心的事情 或者发一些 你觉得很开心的 那种小视频 让大家逗逗乐子 都可以 没有关系 其实这些都无上大雅的 我对这些的话 都没有特别的要求 大家自己怎么开心 怎么来 但是不要互相攻击 不要拉帮结派 不要互相的话 就是哪一个人的话 讨论的没完没了的 我不希望听到这些东西 我群里面的话 我是一再制止这种声音 所以大家的话 请维持自己类型的秩序 然后的话 把关注点 放在我们该关注的地方 多想想我们后面的话 财富来年的时候 那么我们如何去驾驭 这笔财富 如何去早一点 落代为安 想一下怎么样 将来的生活的规划 这些 我觉得都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 我今天暂时的话 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